不過胡子這集沒什麼生命危險了 等一下 我每一集都沒有生命危險好嗎 我做那些實驗 每次都有經過安全評估的好不好 真的嗎 你怎麼在這裡 又見了啦 各位我是胡子 各位如果有在看我的那個Vlog系列的話 應該就知道最近 好我搬家到台中了 所以阿靜才會在這邊 可以點這裡看 可以點這裡看 一般是左上角吧 沒關係 幫我們坐起來吧 那阿靜你最近也當搬完家對不對 對啊 那搬家的時候就會有很多東西要搬啊 就非常麻煩對不對 所以我在Facebook上面就看到一個這個東西 Facebook上的東西 你認真的嗎 Facebook偶爾也會買到好東西的好不好 像我上次那個HDG我比 我覺得那個真的不錯耶 欸我不可能多買一隻 你要不要 所以我買到一個這個東西 號稱是搬家神器喔 首先呢這裡有兩個 像是可以輔助它的輪子 欸這個嗎 這個你可以趴著然後這樣子 然後往回拉 哇你的腹部 欸直接炸裂 欸我們來可以試驗一下 我們不只兩隻手 我們可以用兩隻球 這搞什麼東西 四隻手在裡面這樣 欸等一下 我發現這個不是零件 這個是它的一部分 欸我開始擔心了 Facebook偶爾 反正它就是號稱是一個搬家神器喔 它這是用一個槓槓原理 用這個東西然後這樣子推進東西的底下 然後把它這樣子翹起來 然後翹起來之後再把這個塞進去 四個角都塞了之後就可以很好推 我們立刻來試試看 因為我看那個廣告上面就是弄得很神喔 一樣我會把那個商品原來的廣告放在底下 它上面有寫成中150公斤耶 真的假的 破爛玩意 這一顆號稱可以承重150公斤喔 對 我沒有150啦 這樣一個可以承重150 如果這樣去壞掉它就是失敗了對不對 立刻 那一顆要給它150嗎 我們慢慢來好不好 我們這邊弄個輕一點的東西 好我們用這個來試試看 這一個沙發的話它其實直接翻也是很好翻啦 我覺得大概15吧 15分不是 可是我一直在思考這個東西的實力 你到底要怎麼放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要用在角落這邊 那下一個 等一下 不對啊 因為我們這次要完全模擬它很重啊 搞不好這不是15 這150公斤怎麼辦 所以我們拿不起來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把它 我覺得還是需要一點點空間 150 翻進去了之後 好 8 這沒有辦法 要用力 要用力推著 你先跟我講 你覺得用力推著輕鬆嗎 用力推著其實 其實還OK 這個15公斤的話 好好 因為你看 如果你輕輕的話 它就 這裡有一個角度 它就會斜斜的跑出來 就是它很難用 就是要這樣推進去 然後讓它合力是往這邊的 我比較在意的是 因為它這個輪子只有一個方向 所以變成你要往哪邊推 你這個輪子要先計算好 所以譬如說你要往這裡推的話 你就 欸 我就 好害怕喔 因為這個拉出來的時候 它會把底下就可以擠得出來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大大的疑問就是 如果這個東西真的很重的話 然後我們又幫不起來 纏起來 跟放進去這個動作 我們只要一個偏移 它又重新走掉了 你知道嗎 好 沒關係 我們先試試看嘛 OK 我們先試試看 我們先抽 我們要抽好一個了 我們還有四個要放 好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動 因為我們現在安裝的方向 是這樣子移動的 所以我們是這樣推推看 好順喔 欸 直接推耶 這個部分倒是很順耶 可以推回來嗎 可以 那可以推回來啊 欸 讓我推 讓我推 掉了啦 掉了啦 因為這個是比較輕啦 那不然 好 我們直接加重 現在是15公斤對不對 對 我們直接加到135公斤 還抵上 這麼快啊 還抵上去 所以至少可以疊四個米 好 我們推推看 看起來好重 還不錯喔 欸 還滿好推的耶其實 覺得一種被孕濕的感覺 這感覺是推病患的腸 好 姐 姐 我要救你了 等一下 我快包運了 欸 還滿好推的耶其實 欸 但是這個又歪了啦 你現在來試試看 用內乾 然後看能不能換 這個纏起來 好好地使用它 別說纏起來了 根本就沒有空隙讓我插進去啊 這個根本是插不進去啊 我真的越來越懷疑我買到倒板 這個如果完全沒有空隙的話 它送的這個是根本不可能插進去 然後如果地板凸不平的話 這個滾一滾可能就會跑掉 我們先保留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買到山寨了 我原版的東西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是這樣子看起來應該是還OK耶 因為你剛在上面推的感覺 你覺得怎麼樣 你常常被送到家務病房一樣 嘿嘿 我要體驗一下 欸 修舊館好像急診室咧 為什麼這個角落特別容易掉啊 可能是因為 剛有錄到這個吧 喔 因為這個地上有這種 這種尺寸線啊 中間的線啊 直接一秒 好 我們來直接用真實的狀況 我們來搬那個 這一個 哇 這個感覺就超過150公斤耶 那種櫃子才是我們一般家裡真的會需要 對 就是如果 要搬的東西啊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 鏟除鞋 還有不是 鏟除這個家具 它這個東西標榜的是 一個家庭主婦在家裡都可以輕鬆的使用 在你主婦上 可以耶 可以喔 這是很重 而且它有分層 喔 因為很長 所以沒有辦法一次全部翹起來 那變成要 123456 難怪它給了那麼多個 這個東西真的是可以分開的嗎 不能分開啊 它這裡是定時的 1 2 3 有了有了 這是最極限的 我不敢把手這樣推進去 等一下它底下有一個那個啦 有一個腳啦 不過它的腳 應該沒有比這個高 再推這個 行不行啊 我好怕夾具壞掉 但你不怕這個壞掉嗎 哈哈哈 不怕啊 夾具比較快 這壞了就算了 好啦 其實沒有這麼非力 你後來你試試看 它其實拉起來 手感是蠻好的 槓桿原理真的很厲害耶 就弄得很好 其實你可以 只要有一個支點 你真的就可以舉起地球了 我覺得我們大男人這樣子壓 沒有說服力 因為那你來試試看 你把體重往下壓就抬起來了 抬起來了 抬起來了 好輕鬆喔 欸 對啊 這個我覺得這個 這個還非常不錯的 你不要一直屌 它會被它被拆開 你不要好玩 聽到奇怪的聲音啊 等一下 它在動 不對不對 我發現 這邊是有定時的 但是這兩個好像沒有全部連貫在一起 你看 所以它可以分開 這邊會翹起來 所以這個家具 並不適合拿來當作我們的實驗材料 要不然推我們剛剛這個沙發好了 這個好了 這個沙發有90公斤耶 可是我覺得前提是 它要有一個腳啊 不然底就沒有 縫隙就插不進去 對 這個必須要有縫隙 對 我覺得90公斤還是夠 要增加這個難度 把它進去上去了 我自己加油囉 現在去的沙發 總共應該有200公斤左右 喔 喔 加油喔 欸 這蠻輕鬆的耶 喔 這端太嚇勁了 不夠高是不是 它這個腳這裡沒有縫隙 這個進不去 但如果從這裡的話 這一段高度就會 讓它這樣這個塞不進去 感覺是要兩隻耶 抬起左邊那個空隙之後 再插進去 喔 對 對 對 如果有兩隻的話 就可以二段這樣子 一個進去然後 再第二個進去 可惡我只有買一隻 鄉人你不要買兩隻 嘿嘿 兄弟也是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支點的 槓桿構造嘛 現場做一個出來 工人給我搬喔 快點工人給我搬喔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到 你到底是 工人給我搬喔 我好像那種 在美國胖到不行 然後移動還要給人家搬的那種人 槓桿是吧 我也有槓桿 又奈的二段作戰成功了 請問 請問 一般人會買到兩隻 或者家裡會有組織嗎 做點事 成功 放一個進去了 不是 我覺得這個好麻煩喔 真的好麻煩 要二段 其實也不用耶 這樣台就夠高了 好高喔 這樣台就夠高了 好高喔 所以其實是那根設計要再高一點 應該說是那根要再長一點 對 要可以比起更高的東西 然後要有辦法鑽進沒有縫的那種傢俱底下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家裡看了這個影片 覺得不想要買這個的 你可以買一隻豬肝 我覺得豬肝挺好用的耶 還是沒有用 還是不行 發現了這個商品 第二個問題 僅僅靠著牆的傢俱很難用 沒有 你可能要能力把它拖出來是好棒 因為有能力拖出來 我們就直接有能力把它拖到 固定的地方去就好啦 好尷尬喔 這玩意兒 這個東西我是覺得還可以用啦 但是沒有影片中的強項那麼好用 像剛剛我們在推剛剛那個沙發的時候 重量很重 然後你只要有辦法把它翹起來 把這個放進去 它基本上是可以滾 它滾得還滿順的 不過它有很多缺點 就是說第一個 家具跟地板中間的縫隙不夠 這個插不進去的話 就完全抬不起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 如果地板太凹凸不平的話 這個滾滾滾滾滾滾到一半 它就會跑掉 然後第三個 家具靠著牆的話 裡面這個就幾乎是弄不上去 尤其是靠那種四個角落的那種 那個裡面怎麼可能放不上去 那種就完全沒折了 所以大致上來說 這個所謂的搬家神器喔 也沒那麼神啦 有幾個小缺點這樣子 它如果在這幾個缺點 都沒有的情況下 算是還真的滿好用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商品 這樣子一組三百多OK啦 而且這個商品 還可以拿來玩別的東西啊 看一看阿健說的 健身 我們在今天練吧 嘿 拉回來 拉回來 哇 是不是很爽喔 他一定超帥 外面買的那種滑輪 差不多就是這個價錢 花了一個價錢買兩種東西 阿健萬年 這個一定超累的好不好 但我沒有用過 我一定還不回來啦 這個再來 好難喔 欸欸欸 啊 成功了 這個好難喔 如果你家裡已經有這種健身滾滾了 你買一根竹竿 就可以變成 真的有這種滾滾滾 欸不是我在說 我竹竿真的超好用的 我現在想做另外一個更危險的事情 很燙喔 他可以承重 我們所說的150公斤 欸對耶 你又花到太危險了啦 這個真的還好 太危險了啦 可以啦 他承重 下一集胡思亂搞 拿這個來做 溜拼鞋 好像可以耶 你拉著我動 我往劈嘴了 還有一個要這樣子 好這樣子就可以推著我走了 竹子好有出動 阿 阿 阿 欸欸欸 我的腿越突越開 好 這個就是今天開箱的 號稱是搬家神器喔 可是我覺得 他的樂趣大於搬家做什麼 他的樂趣大於空的 我這次怎麼一直買到這種東西 像上次那個 阿唷 別擔心 別擔心 這是他的棒棒 我掉出來了 這個還可以拆出去做別的用途耶 這組裝式的還不錯嘛 對一般的家庭來說 這個可能不是那麼好用 但是對我來說 OK 我剛剛說到哪裡啊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滾輪 只要配上這個 就可以變成一個搬家神器 那概念上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這個在家裡 你們看過這支影片的話 應該自己動手 應該也可以做得出來 感謝今天的特別來金 謝謝 大家特別來金的掌淨師 用戴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不賣開 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也要記得去阿淨的頻道看一下喔 連結我都會放在這附近 所以就是隨便放 OK 好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旁邊的框框 好 就這樣啦 我是吳子 吳搞的吳小哲子 大家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這是什麼 咦 這個是那個 沙發底下那個腳的墊片 為什麼 為什麼被... 為什麼被扯出來了 為什麼被扯出來了